联合国在加拿大的生物多样性峰会19号闭幕 全球超过190国正式通过了昆明摩特楼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框架 企图扭转威胁世界物种和生态系统 软轻破坏的一项历史性的协议 敲锤定案 玄机传来热烈的掌声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周一达成保护全球生态的历史性协议 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今天我们漫长的旅程即将结束 我们通过了昆明摩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全球190多国通过所谓的30层30目标 也就是到2030年前将全球三层的陆地和海洋设为保护区 目前全世界只有17%的陆地 和10%的海洋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 协议中的23项目标还包括到2030年筹集2000亿美元的自然保护资金 每年减少至少5000亿美元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把高完整性的生态系统损害降到趋近于零 已经将全球食物浪费减少一半等等 经历超过四年的谈判 期间还碰上新冠肺炎多次延宕 大会终于顺利落幕 不过这份协议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 再加上全球上一份在日本爱之订定的10年目标 并没有任何一项完全实现 实际成效还有待观察 大自然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不断衰退 根据联合国今年的一份报告 目前有超过100万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是一千万年以来从未见过的消失速度 部分科学家甚至形容世界震惊力第六次大灭绝 海州的珊瑚同时释放软子和金子 在安全红灯的光照下 慢慢上升到水箱表面 澳洲大宝礁近日迎来珊瑚一年一度的产卵期 研究人员带上设备 小心翼翼的取样保存 美国和澳洲科学家携手合作 多年来将人类冷冻精卵技术 运用在珊瑚上 今年更借助一种网状技术 能更快速的冷冻和解冻 已被将来浮予珊瑚礁 研究人员解释过去的技术只能冻成精卵 但新技术还能保存珊瑚幼虫 代表不再受到时节限制 气候变迁是澳洲大宝礁最大的威胁 已有九成白化受损严重 眼下还正面临六年来第四度大规模白化危机 同样受到威胁的还有巨型金鱼 13种中7种属于冰尾或是异尾等级 抢救它们不只对生态系而言相当重要 最新科学研究还发现 金鱼的碳捕捉潜力也很惊人 一只可以存放多达150吨的碳 还可以活上超过100年 地球生态环环相扣 也攸关全人类的生存 TVB新闻综合报道